大家好 欢迎看这个赛瑞杯的决赛啊 赛瑞杯决赛是BO7的比赛啊 分别是这个VOTX和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拼啊 这两个选手之间的比赛 双方打了7盘啊 也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对局 呃 毕竟呢 我帝国四的话属于是比较菜的 所以说呢 我们这边还是以学习和 看热闹为主 对吧 看 要是学技术的话 还是到别的地方 我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界面调小一点 好像调不小 就这样吧 这个我觉得这个太大了 这个东西 我们把这个关掉 啊 算了 这个还调速度啊 这个 啊 这个也拉不成 算就这样 第一把是阿拉伯 MOTX用的是版本强逐螺丝啊 那么 这边直接三三针茶码开局了 估计是 这边 这边一个啊 这边一个 第二个在这里 看看还出不出啊 出了两个啊 出了两个也行 两个的话啊 这边还有一个 一共是三个 三针茶码开局啊 第一时间把这个 经济 啊 这个 就是把buff给叠 叠起来啊 你看到这边 演了三个狼啊 这边演了一个 然后 这边还在打羊啊 还不错 这边把鹿打掉啊 前期开局极度完美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舒服 然后呢 这个农民的保护也比较好 这边用层的东西放倒啊 把狼全部拿下 这边啊 有点没拉好啊 不过还行啊 把这个狼给打 单挑挑掉啊 这边对手呢 已经把这边的狼给打掉了 呃 这边螺丝伸封剑啊 伸封剑 对手 对手也在伸啊 也在伸 两边的话伸得很早啊 因为杀 这个干扎阿拉伯这个图的话就是这样的 尽快的这个伸封剑很关键啊 这个也不是很关键吧 就是说这个打这个地图的话呢 因为比较开阔 你伸晚了 龙也被打啊 这边直接进门 再把羊一千啊 三针参马的优势就在这里啊 前期的话呢 基本上是可以完成这种 极度的这个经济这个领先的 呃 地图控的很多 首先你看羊拿这么多 然后呢 你还可以把buff叠起来 对吧 像已经解锁 解锁二了 所以说 经济确实是好的飞行 那中期的话呢 侦查马给作为这个视野 包括呢 拆建筑的时候呢 也还蛮好用的 所以说啊 现在的螺丝啊 确实是恶心啊 而且呢 你现在这样这么快上去 如果对方采取一些比较保守的打法 你上三之后 你用这个骑射 对方要打不够你 呃 如果是在二门打的话呢 我一直有10%的经济优势啊 你也拿我没什么办法 这边 我们看一下 他是怎么样策划的 这个封锦时代怎么打 没有起 选择起这个 没有选择起这个 呃 冰一把场啊 对手有没有起 两边相对和谐 现在准备生那个 把这个背露的给他捡回去啊 在等 你看 原地待命啊 在等 在等 我觉得怎么说呢 还是遇到这种局势 还是得 我觉得背露啊 应该有一个延迟啊 现在这个版本背露是直接原地捡起来 有点变态了 那对方就用就不管用什么兵 你都没办法阻止你背起来 对吧 比如说被攻击的时候不能减 或者是说再减 或要要有个两三秒的这个延迟 对吧 可以让这个步兵打你几下 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啊 这边是又做了一个侦察兵嘛 啊 点了一个 又点了两个侦察兵啊 然后呢 准备背露 这套打法说实话 确实是比较 我觉得既简单又高效啊 就靠几个侦察兵就弄得你很难受 确实是很恶心的一个打法 这边的话又等 因为再宰了几波羊啊 已经把这个调到300了 把黄金调到300了 那么升完这个科技啊 他下点 还没有采矿 就可以升这个科技 这边补一个马就啊 准备报肉马 啊 准备报或者是报骑兵 看看他准备出什么 对手 还是没 啊 这边准备骑乘中心啊 这个黑大石的话呢 确实 还是尽快的把这个 这个新鲜食品升完 直接双tc报农民啊 看看能不能把经济给他调回来一点 这边先背了一波路啊 满载而归 这边的话呢 还在出这个侦查码 侦查码的话呢 呃 这个在这种骚扰中 其实还可以啊 反正呢 就是 麻雀战啊 这边已经把这个 第一级的这个升完了 呃 一级吧 把这个背露升完了 背露升完之后 看他会不会把这个手推车升一下 感觉这个 其实他如果是 你看他这个样子 应该是准备 出几个码 然后呢 直接上三的 我估计 不一定会啊 看看对手的话是双tc 双tc的话呢 有可能螺丝会采取 呃 强攻啊 有可能会采取强攻 再看吧 毕竟我不是比较业余啊 这边再把家里这部头鹿背回去 中间这头鹿也背了一半啊 背了一半回去 这波一下把所有的鹿全部背完了 直接起飞啊 彻底起飞 而另一边就可怜了 果子 果子采得很 也不是很快 羊呢 基本上快吃完了 再加下去 要么就是去外面开磨坊 要么就得种田了 很难受的 这边啊 去中间看看 呃 会不会去这个叫什么 去上面 应该是去上面 或者把这边的鹿给背掉 家里的话呢 起了两个马就啊 准备 开了金矿 准备爆马 其实这个马的话呢 也是作为一个 呃 灵活激动的一个东西 如果对手要出 呃 要出骑兵的话呢 呃 要出要求兵来打他 比如出步兵来骚扰他 他就可以出马来对付他 如果对方呢 就是故意说防守 那么我就直接上三出骑射了 呃 很完美的一个思路 你看他这边的话 经济已经接近上三 看这个经济了 这边啊 两个 呃 一级叉叉 根本就没得没得用数 那么逼着对方起了两兵 赢出叉叉 那么其实这时候呢 对于这个 呃 博士啊 还其实可以准备上三啊 要么出打靶场兵 或者是打这个 啊 继续打马也可以 或者是打步兵也可以 看看他怎么打 怎么打 这边直接 剩三一啊 剩三一 然后马就已经停马了 对手开始为家啊 知道这个时候不好对付了 对手已经开始变得恶心起来了 两个骑兵从这边过来 被长强兵劝退 呃 这边 是一个权威啊 权威 因为这个 呃 这边红色是不可能上三的 红色的话呢 必须要龟缩起来 然后呢 先把兵抱起来 然后以 用时代二来打时代三 那么在这段时间 你龟缩这段时间里面 你就必须要面对外面资源全部才抢光的一个事实 对手会把圣物全部拿回去 然后呢 再把圣地给占掉 那么 那么对手为什么不选螺丝 我个人感觉还是把这些牌放掉 看来还是准备把螺丝放到下一把去用 可能是这样的 因为我没有看BP 对方可能会把他的螺丝扳掉 这边 呃 出了一对叉叉 出了这个叉叉 对方的提兵没有什么办法啊 然后呢 已经上山 上山出一个这个和尚啊 战斗和尚 把这个生物给他搬回 赶紧搬回去 搬回去三个 就经济就起飞 可以不用采黄金了 然后呢 起把 起靶场啊 可以出这个 出骑射 这样的话 你就根本抵挡不住 或者呢 我再是暴力一点 我直接出步兵 对吧 你就根本抵挡不住了 这边还是补的靶场出骑射啊 因为这套的话效率最高 踩食物本身就加成 然后呢 这边 呃 这边是有了一个 就他 他把伐木 他不用伐木 不用成伐木 就在这里 待会他要不 要是敌人来了 补着塔可以顺便提升一下伐木效率 对吧 然后呢 直接三把场出骑射 你的这些叉叉全部没用啊 这是这么一套 恶心的人的打法 确实是有点变态啊 不讲道理 这就跟匈奴一样的 帝国二的匈奴又是这样的 他就是 他这套打法呢 就是 他太太成型速度太快啊 有点有点难解 对手 莎莎只能在家里等了 等死 然后呢 必须要赶紧把靶场补出来 当然他这样的 这种围墙的方法 就是防止对方的这个骑射 绕后骚扰啊 尽量的话的把这个家里呢 给他围起来 比较安全的一个范围 让对方骑射呢 只能从正面进攻 那我正面待会起个塔 或者是出点布弓手 看看能不能挡住 红色的升衫了啊 准备升衫 看红色升衫 准备升哪个 升的文化篇顶啊 准备抢科技 这边骑射来了 这骑射来了好难受啊 那个 你看对方的话呢 尤其是这种控制力很强的拳手 他可以一直追对方冲 你拿他没办法 你看这边一直在送啊 我觉得他应该早点起个塔什么的 他算是 他这边是出了个布弓啊 出了个布弓 后面不烂 把他唱出布弓啊 然后对方的骑射越打越多 你的长毛病一直在送啊 这边起个塔 对手应该准备强攻了 他待会儿应该补一个投资车 或者是补一个冲车 你就很难受了 这边被这个塔给劝退 升级的远房啊 想升远房 取消了 看他准备怎么换成出什么 这边三个马舅啊 一直在报起射 迪迭点没定好 定到对方家去了 那这边 采果子效率太差了 一堆农民在一起采果子 那这样子的话 你看这种被控制的地图之后 你就被迫的这个就是 就是效率很低 然后呢 整个调配呢 就容易失衡 失衡的话 你经济就很差 不知道他城堡上就准备出什么兵 骆驼好像也扛不住这个骑射啊 还是得出或者骆驼骑射呢 或者是怎么样啊 我觉得骆驼骑射也可以吧 毕竟也是一种骑射 但是呢 骆驼骑射好贵啊 你看他这边好像还没想好怎么出 这边把围墙一直拉到侧面啊 然后呢 想占这个地方的果子 但是呢 有两个骑兵在这里看着啊 很烦 啊 对方骑兵走了 这边拉了一堆农起踩果子 这边骑射大军到了 这只有几个不攻啊 还是没法打 红色准备升老链啊 升老链 然后呢 出了几个骆驼 骆驼太贵了 骆驼太贵了 比起骑射来说贵好多啊 这骑射的话呢 是八十四十啊 骆驼的话呢 是一百二一百八十六十啊 相当于当他两个啊 但是战斗力其实也就那样 所以呢 这个就是这种的 遇到这种龟缩流的玩家啊 就是红色这样的龟缩 他就会就是 遇到这种的 他一定会就是去赛胜地 然后呢 在外面打 跟你打局也这样啊 不会打这种 不会跟你在这个攻坚啊 让你的话呢 只能出来跟我骑兵作战 那这样的话就 感觉很被动 这边骑射一波接着一波都爆啊 哎呀 看起来还是很被动 这边修道院一起 然后呢 又可以减两生物啊 又减了两生物啊 这边减了三个 这边有两个啊 整整个的圣物全部被他占完了 减完 然后呢 再再把圣物一占啊 就你经济就直接起飞 只能说就起飞啊 你没有任何的这个抵抗能力 这边战斗生女 你用这个侦察兵还打不过他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我觉得只能出 先出布公再说吧 出骑射打不出不起啊 虽然呢 他有这个新鲜食品 但是离能够量产骆驼骑射好像还有一点差距 只有一个骆驼骑射了 骆驼骑射175点的生命值 11点攻击力 还有他好像还可以打这个减骑士骑兵的攻击力 但是他有13点攻击力 105生命值 从数据上来说 还是骆驼骑射要 要好一点啊 就是他血比较厚 但是他太贵了 实在是太贵了 对着暴 很明显 暴不过 那么对手把这个胜第一站 那你必必要出来作战 而且的话 你看到这么多侦察兵啊 现在这个版本也是很有意思啊 就是 因为这个 其实像这种暴骑射呢 比较贵 你再出 而且需要这个很多木头 所以其实冲车是出不起的 最好就是像他这样 出很多侦察兵啊 出一些侦察兵 你看他有19个侦察兵啊 侦察兵 呃 血量其实也还行 然后呢 他主要烧箭筑比较快啊 这边对手直接冲过来 这波硬吃啊 侦察兵呢 比肉马要便宜点 然后呢 吃伤害 就打这种布弓 反正就是用骑士来吃伤害 主要还是这版本 骑兵好像血量恰强的太多 所以呢 没办法 必须要用这个布弓来 呃 必须要用侦察兵来打 会好一点 那这边把对方的兵吃掉啊 这把的话呢 基本上是没有了 这波打完 没有悬念了 主力被吃掉 然后呢 对手现在是随便随便干了 其实呢 这时候投降差不多了 只是侦察兵呢 毕竟还是比较脆啊 他只能当一个踢 但是呢 他是一次性用品 把这踢 打 把这些侦察区兵打掉 这个骑士呢 可以溜啊 溜了之后呢 那你既然这样就不客气了 对吧 我们可以直接起工程武器了 啊 这边的话呢 开始羞辱了 我感觉 随便玩了 都不起工程武器了 对吧 而且你看到打到最后呢 这个他都没有 它现在才开始起柴果子啊 所以说明这个就是 现在螺丝这个版本确实是有点逆天啊 在打这种开阔路战的时候 确实是过于强大了 这边也是打死不出工程武器啊 这 就是用骑兵冲刺对手 这边被整的很难受 没有全链 啊 这边对方憋了一堆长矛兵出来啊 还有几个武士啊 杂牌不对 看看能不能挡了 武士的话呢 还是能扛剑的 不过对方可以拉扯的 这边拉扯来拉扯去 就看一下最后一波吧 看一下这波啊 这边拉扯来拉扯去 就看一下最后一波吧 看一下这波啊 攻击手 没办法对方出了些奇兵啊 而且还有这个高级教授在前面加buff 确实没办法 对方这种 骑兵部队啊 打打不过可以跑 打得过都可以追死你 这边直接骑脸啊 结束了 而且还狠狠狠毒啊 骑车还分兵直接去偷对方农民 太恶心了 哇 这里好多农民 打成这样 其实没有什么抵抗的必要了 那么这一局呢 就是经典的螺丝胜利啊 螺丝就现在是版本就是这样的 基本上就是这个就是版本最强的打法就是这样